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做我們這行最重要的是什麼? 口齒伶俐 你知道最厲害的詩儀是誰嗎? 你心目中覺得 很多 Doo姐 你一說Doo姐就對了 Doo姐心目中最厲害的詩儀是何守信 是嗎 她說她是詩儀中的詩儀 很厲害 她說話幽默轉數快 其實我覺得Doo姐這樣說 我看回她以前和何守信 那時候做詩儀的照片 Doo姐那時候很亂 沒有那個 自己節奏 就像我這樣做這行 做得久就是老司佛 你的前輩慢慢 她之後又要說以前的主持很好 好像匪姐很厲害 以前的女主持很強勢 她那時候就是妹妹仔 她看一群很厲害的前輩 才可以混合到 國家大成成為Doo姐 她心目中最厲害的主持是何守信 她說她厲害到怎樣呢 厲害到是 總之就是 謙謙君子 這件事對女人來說很重要 我們男人心目中 曾志偉都覺得是好主持 但是是有問題的 我明白Doo姐那種說法 請大家給個讚好 我們今天說何守信 為什麼要說何守信 因為我看到有人說她85歲 成為什麼打工仔 我要糾正網絡的娛樂新聞 這些是假新聞 真的新聞我們還是討論一下 沒有說真假的 可能我們說錯了 大家說的都是資料 但是我有其他事情的討論 是 說到Doo姐有份報道 她說何守信 首先她是一個謙謙君子 如果我們男人 會覺得曾志偉轉數都快 是 現在說沒有了道 不是這個意思 她的意思就是說 她說話可能有些女性 她覺得太嫌 是 是 好像Yumiko掉下來的時候 嘩嘩嘩 看重播 快看重播 怎麼接你啊 大哥 我說怎麼接啊 Yumiko 怎麼接你啊 大哥 看重播 看重播 看路啊 不好意思 你就明白Doo姐為什麼會喜歡何守信這種 有些人喜歡鄧子豐 我有個伯母很喜歡鄧子豐 她說這些是男人的款式 嗯 我沒有什麼 不是不好 太好笑 太好笑 生蛋末幾醜 醜生那一方面 拍爛手掌 頂風 但是有些人是喜歡一些 出得聽堂 入得廚房那種 她說 Doo姐說何守信 很顧著拍檔的 做Live 做到裙拉扶勒 想不到那麼多 上面又這樣又這樣 然後她說 她 即是她 即是她人是很簡單的 她說 執生那些 她就有 即是笑 她覺得笑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她做些欺負到好處 想不到她 即是她以前是做體育老師 她入了電視台做那些龐術員 她永遠都不會沒話說的 嗯 也都不會重複的 是 而且很動聽的 這些是要跟她學習的 沒錯 我經常跟你說這些 不是我都不行的 我都要學的 是的 但是盡力 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不斷 我知道我都要磨的 是不是真的 真的 當然 經常磨著的 早上你聽我說新聞 你以為很精彩嗎 我的手機穿了一半都沒有 是的 那我講一下 何守信 別人說她 嗯 什麼 幾十歲還要出來打工 那些其他的網台 就是抄欣怡和房祖明 生了兒子 那些 哦哦 那些 那他的資料來源 就講一下何守信 最後一次 在香港的訪問 嗯 嗯 講到 其實現在的生活 都是 經常 想陪著老婆 就是叫做安享晚年那種 不過 有些台不捨得她 慘一點 大鑊一點 哪有人看 就是如果 這麼說 真的 捨得她 平淡是福 但是 何守信是一點都不平淡的 何守信 你不用質疑她 你說一下她 和汪明傳的戀情 又說那些什麼 黃鑊雞 那些事件 就是 江湖傳聞而已 嗯 已經是夠了 Juicy 你不用強硬她 其他東西 何B 是 很過癮的 何B 這些人 何B是性器官 為什麼她會叫何B 這個人 何守信 那個名字 阿爺幫她改 其實何守信的名字 挺好的 守信用 是 何B 是梁醒波曾經說 今天 又有個何必守信 你何必不守信呢 這樣 何必 何必 變成何B 又是這樣 那她 好死不死 就是 早於七八十年代 她用這個 即是那時候 播出何守信 嬰兒時期的裸照 因為 因為 照片露出的下體 因為 何B 就是何B師傅 何B 何B下體 就露出何B仔 當時原來不是 立不小心叫那些東西 是何B仔 原來何B仔 一早已經是 叫做 這裏走出來 走出來 這樣的 可能是粗口字眼 哈哈哈哈 她說到她很厲害 又說她是花王 什麼花王 身邊很多美女 在身邊 何守信 是不是現在生活很老倒 一說到她很慘 又說要出來打一份工 我看到 她接近八十歲的時候 她就說 她想休息 其實她是沒有正式退休的 原來 我這樣說 為什麼不回來 其實她說 2003年打號 是沒有停過的 做事 沒有停過 其實這份最後的報道 其實都是幾年前的 幾年前 但是說她說 沒有計劃 她離開亞視之後 一直做事是沒有停過的 嘗試過沒有工作 做事做 是不是真的很舒服 過了三十幾年 都不知道什麼是早餐 原來她的人 很拼命做事 她厲害得來 更是勤力 那種人 每天七時就起來了 改變了生活 這樣 不斷保持著 都是早上七時 七時就做 那種人 那說她有什麼 過癮事 家裡只有他的小孩,他的年紀很少,通常家裡十幾二十個 是不是有錢人來的呢?他也未必是,說他父親是機械技工做車 住深水埗,十歲定居,似乎不是太過書香世代 但是說他讀書OK,中六的時候就說會考,什麼叫做公開試啊? 又不是會考又不是現在那些 不是DSE什麼的,他理科B 之後走去讀化學系的,跟他根本上之後那些是完全無關的 又有吉敗師,完全無關的,你看他的學歷,他本身應該是科學家 可能又或者是燈蛇那些,玩通渠那些 有些人,譬如好像周仁發以前做事是做郵差,劉青雲是做郵差的 他進入這個娛樂圈之前,他在化學公司有做過 他都像個醫生,那個感覺就 後來在香港浸會大學,教體育,做體育助教 好像不太關事,不過有些體育SIR都好像是他們這樣 之後在1969年,由鍾景輝介紹 難怪那時候我還沒出生,我不知道 我媽媽經常說打摔角那個何B 不是何B打摔角,何B做摔角龐術 那些什麼迷魂鎖利魂那些 有這些賀根,他們那時候很過癮 龐術世界盃,做廣播佬 1972年做無線合約藝員 他說成為無線電視史上唯一的職藝員 就是說是無線電視職員和藝員,雙重身份 在寬樂今宵裡攪拌,1987年已經沒有攪拌了 不過是攪拌了幾年,其實我對他的印象在亞視 你有沒有印象? 亞視多 亞視多,那些什麼今天看真點的 去到那些背份,老實說都是欠份量 做事,當上班,那他何樂而不為 那個人其實都挺笑臉型人 說到他無線電視製作了何守信告別特輯來告別他 現在就沒有這些事情,那些人來查 你那時候真的粒粒性 而說到你通常很頂尖那批真的很誇張 他為什麼要和他回顧他演出片段 和他多年好友的分享主持經驗呢 何必在1973年連續十五年香港小姐大會思議 你一件事連續十年已經很厲害了 他做了十五年,他走 這是什麼大件事 他跟很多什麼劉家傑、黃瞻做拍檔 後來才有曾志偉和陳百祥 何必是一個香港小姐的年代結束 接著就到了Lak和曾志偉 1977年周梁淑儀過檔街市 對無線的藝人挖角 就挖了何必走了 當時何必和汪明荃在日本主持紅白歌唱大賽節目轉播 經過多重關係之後 周梁淑儀打電話去酒店給何必 加薪八成的條件 當時何守信 什麼叫不致可否 有沒有答應人不致可否的意思 其實我不太懂得解 他說他不致可否 總之要他簽 總之要他簽 我加八成人工給你 不表示任何意思 怕為了得罪皇上的意思 是這樣的 好不好呢 甚至派人去機場 要簽何守信回來 無線高層知道這件事 你加八成 我多給八成 打和大家 留在這裏 做生不如做熟 繼續 他是曾經被欠的藝人 說他很厲害 杜姐也說他很厲害 說到何守信移民去到加拿大 那個多倫多 他也在那邊的中文電視台 當主持 1988年之後 他很早移民那班人 他說這個台被債權人接管期間 擔任新管理層成員之一 在未出發加拿大之前 1988年 漢城奧運會轉播權 由錢無先僱員至立門 互建立的體運傳訊 奪移 什麼被亞視獨家播出 哦 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你真的明白 他是不是原先想著 有轉播權 然後一手被人打了 是的 然後去了亞視做主持 所以我們對他的印象 就在那裡 說他一直以來都搞很多這些工作 所以為人熟悉 1973年那時候結婚過一次 1975年又離婚 是的 之後就跟汪明荃了 嗯 1980年跟汪明荃相戀 不過說感情只維持了兩三年 是這樣的 那麼 汪明荃和他的關係 即是 不可以一直下去 反而好像嘉英哥那些就得人 是的 你看到性格上面 就是何必這個人 是不是跟汪明荃相戀 兩個都是很 喜歡做事的人 經常都說一粒一凸 對 你如果兩個都好像牛 正所謂牛華那種 當然是牛 很勤力 牛華 對 牛華 經常都說要將這張事 放在前還是後 很多可能真的 我不行啊 我來拍戲 做劇 當然是公司先行的 你知不知道汪明荃被人問到這些事 如果何守信 她說 她回避回答這些問題 說一句 她說什麼 我們都老了 幾十歲 幾十歲 是的 因為汪明荃 一生中三個男人 一個叫劉昌華 何守信和羅家英 是 他說其中 汪明荃和何守信的愛 恨 九前最深 兩人九前十年 嗯 維基說三年 為什麼內地會寫十年 不知道 只是這一段 都很久了 之後 何守信 現在在加拿大 就和一位歌手叫陳麗絲 施首下半生 這樣說 這段真的可以留來講 我證實了 何守信現在應該就是 不是在某些報道所說 現在還在做打工仔 因為別人79歲的時候 已經說在加拿大退休了 現在是和他老婆過著一些 退休生活 並非某些人說 現在還在打工 這樣 哪有這麼淒涼 他以前這麼勤力 應該賺了很多錢 超多錢 原來你對他的印象 在亞視 那時候就是 有一段時間 之後其實他很多台你都沒有看過 香港電台你沒有看過 什麼開心日報 你有沒有看過 當然沒有 他以前的人大台就說記得他 他之後好像已經跌到二線主持 因為他沒有一線的節目給他主持 沒有的 沒有的大show 是 你全部都是可能比較短 其實你最後印象就是 那些看新的位置 是 那些那時候最Hit 因為當時搞到兩個電視台 真的很搶 然後就沒有了 你想想其實他是一個大將軍 能力值很高 對 你要放在他一些大位 他一定是發展到他的所長 但是 在一個城仔裡 他離開了無線之後 他已經沒有了任何的 他過了他光輝的一頁 他有這樣的名氣 繼續做下去 不過好像是沒有印象 只是那些什麼開心大發現 開頭有出現一下 那些記憶已經模糊了 沒有啦 你始終沒有辦法 那個長show 或者那個劇 是本身都不突出的 你放在那裡 有些真是 殺雞用牛刀的那種feel 我看到現在和他老婆 陳麗絲是好的 看到他老婆表示 不刻意改變 隨意自在 何守信曾經表示 他不要忍 適當的樣是需要的 就是兩個相處 就是融洽的生活 並非生活老闆 一個這麼有根基的人 又這麼容易 有什麼事嗎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次再聊 期待 拜拜